轟動內地的拐賣兒童梅姨案 被拐的九個小朋友當中 有四個人至今仍未找到 案件星期五在廣州二審 有散盡家財終於找回兒子的家屬 提出民事殺償 但有還未找回兒子的家屬 就反而求情希望暫時 不要對主犯執行死刑 到底是為何? 由張慧聰說 2003年至2005年 九個小孩先後被拐走 以大約每個人12000元人民幣的價格 透過一個叫梅姨的女人介紹 買到廣東河原 這就是轟動內地的梅姨案 至今還有四個人仍未找到 主犯張維萍在2006年落網 2018年12月一審被判處死刑 案中另外四個犯人不服定罪上訴 二審星期五在廣東高級人民法院開庭 我們曾報道過 山盡家財找兒子 終於找到15年的新君娘 終於去年和兒子重逢 他亦會在庭上 申請文事賠償480多萬 希望讓兒子過稍為好一點的生活 想起第一天 接兒子回家 準備怕兒子嫌棄而不敢開門 現在你回來了 我也回歸家庭了 一年之後 我讓咱們家變成一樣 對 完全不是 真的連一份 養養父母的工作就找不到 至於還未找到兒子的爸爸李樹全 這一刻他要的不是賠償 反而希望主犯張維萍 不要太早被執行死刑 我只能問他 只是想想我把我小孩賣到哪裡 無論最終能否和自己的小孩重逢 這些拐賣兒童案的受害家庭 都遭遇了無法彌補的傷害 據統計 內地每年大約有20萬的小孩失蹤 主要集中在雲南、貴州、四川 三省內的貧困地區 以及廣東、福建等 人口流動性較大的省份 根據內地刑法規定 拐賣婦女、兒童 會被判處5年以上 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但情節特別嚴重的話 可以判處死刑 公安部星期五說 今年1月起 展開以偵破拐賣兒童 撿下來的案件 查找失蹤兒童為主的團圓行動 為受害者家長 免費採集DNA信息 爭取早日 為他們實現家庭團聚 有線電視記者 張維聰報道